补钙不一定要喝牛奶。 人类爱吃着,助钙吸收防骨松。 喝牛奶是补充钙质,预防骨质疏松的好方法,但对于有乳糖不耐着,或是无法接受牛奶纤维的人来说并不是个好主意。 日本抗老专业医师推荐海带芽、烟梅,不但能轻松补钙,还有整肠,抑制血糖、防发胖、消除疲劳、抗老等多种好处,就连日本人类们都超爱。 预防骨质疏松,海带芽补钙,烟梅提高钙质吸收。 日本抗老专专业医师白泽卓二进行表示,钙质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相当重要,建议可以吃烟梅、海带芽来帮助补钙。 日本抗老专业医师白泽卓二进行表示,钙质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相当重要,建议可以吃烟梅、海带芽来帮助补钙。 钙质,每100克约199毫克,不过人体仅能吸收其中约30%,因此建议搭配烟梅一同食用,其中的柠檬酸能提高钙质的吸收率,更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症。 而除了组合起来能提升补钙效果以外,海带芽与烟梅各自也是相当健康的食材。 海带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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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此之外,还有丰富的矿物质,能帮助坏胆固醇排除体外。 烟梅。 烟梅。 烟梅的主成分柠檬酸,具备消除疲劳,增进食欲的效果,同时酸味会促进唾液分泌。 有助消化吸收,是肠胃功能衰弱,煤食欲食最佳的食材,同时柠檬酸还有杀菌效果,能帮助防止食物中毒。 不仅如此,透过刺激唾液分泌,唾液中的腮陷激素,parotene,以及烟梅中的多酸,都能帮助去除活性养,具备抗老效果。 曾有日本节目针对100岁以上人锐进行过一项调查,发现300名人锐之中,有92人每周会吃3次以上烟梅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,小黄瓜适量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做法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补带首选,烟梅凉拌海带芽制作超简单。 将小黄瓜切片,混入切碎的烟梅,再加入醋,砂糖混合均匀后撒上海带芽就完成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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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